我国发展航天事业 建成航天强国 这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青山跟踪结束 北州一号跟踪结束 赶回舱着陆 神州13号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看到你们的状态很好 工作很顺度 大家都很高兴 建设空间站 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重要的旅程碑 这将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 做出开拓性贡献 你们呢 是新时代 中国航天事业无数奋斗者 攀登者的代表 我宣布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正式开通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始终走的是一条 自力更生 自主创新的道路 这条道路 我们走的是成功的 将来还要坚持走下去 党中央决策实施探阅工程 原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飞天揽月之梦 我国按物质粒子探设微星 互通成功发射了 量子科学实验微星 获子号 互通大设施 先问一号 注入巡视器 成功注入微星 助农号火星车 到达火星表面 我国成功发射了首颗 太阳探测科学技术实验微星 七核号 我国正式步入 空间抗日时代 航天梦啊 这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 会迈得更大更远 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途上 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人 都要心怀梦想 奋勇拼搏 一步一个脚印 一棒接着一棒 在奋力奔跑 和接续奋斗中 成就梦想 如果你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 是四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 就可以连续来喷八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您可以适合这一组 比较小的 携带型的USB插头 这可以喷两到四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 让我们先去 tough 我们先去咖啡 帮助 中文字幕——YK